Konami在今年電玩展以一片紅通通的舞台造型 营造出不同以往的氣氛 最主打的遊戲是以11月將推出的Connect 對應音樂舞蹈遊戲 跳舞大師為主打 還以玻璃屋的造型搭配現場轉播 讓玩家感受刨開控制器 用身體直接玩遊戲的全新魅力 成為現場最熱門的遊戲 當然排隊試玩也是一定要的啦 而現場試玩的感覺 很明顯的Connect對應速度 比前幾個月又更快了 空間定位也更精準 搭配動感的音樂舞蹈 以及雙人同樂的樂趣 這個跳舞大師 簡直就是把妹專用的無敵遊戲嘛 弄一套遊戲 然後再邀請妹妹一起來玩 交女友大大加分哦 另外展出的遊戲就以 惡魔城、黑暗主宰、Winning11、2011等為主 也是有不錯的試玩情況 不過Konami攤位還有一個獨特的現象 就是戀愛遊戲 LOVE PLUS 日本大熱賣 一堆宅男玩家全擠在這裡咧 對著虛擬的美少女彈琴說愛 或是用力伸手拿著手機 來下載遊戲內容 這種對二次元美少女的愛 外人應該很難理解吧